不过高铁还有立委服务处被放炸弹 到底是不是恐怖攻击 国安局长蔡德胜在立法院就强调 这只是一般的刑事案件 而且歹徒制作这个炸弹的技术非常的粗糙 所以民众不必太过恐慌 每天运输车是频繁的高铁 通车六年来首次出现爆裂物的威胁 引起国人高度关注 由于当天车上有三名立委同车 加上国民党立委卢嘉诚的服务处 也发现同样的行李箱炸弹 一开始也被怀疑是恐怖分子所为 这个起爆的装置 如果是完真的 那是不是真的能够有效的引爆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 这个案子应该还是一个刑事案 而且这两个案子 是相同的不法分子所为 事实上它的技术 这个揍这个飞弹的人 这个技术是不足的 关注表示目前已和警政署 成立专案小组调查 由于制作炸弹的手法粗糙 初步排除是恐怖事件 不过媒体报道资讯纷乱 众说纷纭 也有立委忧心 可能会造成民众恐慌 我们现在在媒体上面 看到这么多的消息 都在这样 那个 那样子放送 这个是不好的 会引起社会不安的 只要一进入这个检察官来 督导警政署协力 侦办这个过程里面 事实上整个侦办的主导权 就放就在检察官那边 就已经不是在我们这些 系统里面 但是我想以局长你的高度 有高度相关的那个资讯 我们该用什么方式来处理 为了稳定民心 管局重生炸弹 外力不足以产生威胁 刑事局也已经掌握重要线索 目前正权力正办中 UDN TV 林文旭 李黄轩 台北报道